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做小兵最喜歡的冬季甜點 肉桂捲 首先我們將高筋麵粉放入歐酷辛的調理盆之後加入醬姆 肉豆蔻 糖 攪拌之後加入融化的無鹽奶油 一顆雞蛋 再攪拌均勻 揉麵團的同時分次加入一些水 直到麵團不黏手之後 從調理盆中取出 把麵團向下拉成一個漂亮的圓形 之後放到CTS煮廚鍋中 等待它第一次發酵 發酵完成之後 將料理台撒上面粉 把麵團取出 擀成一張薄薄的麵皮 均勻地在麵皮上塗上奶油 鋪滿蘋果丁 再把混合的白糖 黑糖 肉桂粉 撒好撒滿整張麵皮 要盡得連邊邊也不可以漏掉 小心地將麵皮捲起來 捲好之後呢 切成適當的大小 再把肉桂捲 鋪滿在ScanPen CDX主廚鍋的鍋底上 蓋上蓋子後 靜置半小時 等待第二次發酵 發酵完之後 將肉桂捲的表面 塗上蛋液 這樣就可以直接送入 預熱好165度C的烤箱 烘烤25分鐘 等到溫暖的肉桂香飄出來的時候 冬至的代表甜點肉桂捲就完成囉 熱熱的甜甜的肉桂捲 在冬天最溫暖人心了 你說是吧